晚中期待迷你PlayStation即是PlayStation Classic 即將於12月3日見街 今天我面前剛好有一個可以給我優先開盒 事不宜遲就是開盒看看有沒有什麼 打開盒之後就有幾個PlayStation Classic有五個組件 包括有主機本身 兩隻PlayStation手掣 一條HDMI線 一條Micro USB線 有個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因為主機不連火牛的關係 假如玩家要到時一起玩PlayStation Classic的話 就要自備一個除插或USB盒就可以了 現在來到主機部分 大家可以見到其實這部主機 跟一本日本漫畫單行本差不多大 連接方面 剛才都說過了 它有用HDMI耳和Micro USB連接 按鈕方面 其實它跟不正常的PlayStation都差不多 只有Open Power和Reset Open 雖然在遊戲中可以有換碟功能 但記住它的碟蓋是不會打開的 怎樣看呢 Power 鍵就是當你駁電的時候 代機模式會是黃色 如果連接到玩的時候就會是綠色 它 Reset 鍵就是當你入到遊戲 你想轉遊戲的時候 按一下 Reset 它就會彈出來選遊戲的介面 在手掣方面 完全還原初代PlayStation手掣 因為大家都知道 因為初代PlayStation手掣 沒有冬菇沒有震動功能 所以它都常說聽 除此之外 因為手掣是用USB連接 你只要用對著主機連接下去 就可以即插即玩了 那一點要注意 雖然同樣用USB連接 但假如你用PlayStation3或PlayStation4的手掣 按下去是沒有反應的 一定要用原廠的PlayStation Casting手掣才可以玩到 PlayStation Casting除了沒有USB Hub 其實整體來說 我都覺得這部機是正得包的 如果你覺得對部機有興趣 很想有那種懷悶的感覺 那就不妨在12月3號自己去購買吧 試Game的影片 多看回我們之前的影片 連結就在下面